炎 是不是 炎澤煥 是不是 怎么样 厉害 我心下的 傻小的 傻小的 是在喝醉的时候写的 半醉半醒之间 的那个感觉 所以叫梦醒 它包含的东西 有点爱情 然后其实更多是自我 因为几年前写的歌 我觉得是 对自己的一个不认知吧 你不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然后 每天那样过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这首歌其实讲的主题大概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 包括认清你要做什么事情 认清你要 你适合做什么 认清你做什么你要做好 因为里面其实显得挺 挺虚幻的 里面把我显成了两个我 对 就 就 有点这种 分裂者的这种感受 好 好 好 我的天 佳儿好爱你 真的 你的声线 你的 每一切 你的上线 你的上线 你的怎么混进去这个编曲里面 所有你的所有 从你的头到你的脚趾都很喜欢 这很高的评价 是 好开心 我爱他 就是上一次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蛮郁闷的回去 三个队长 我每个歌唱完之后 都是给我一句话 就没有任何一个队长多说第二句话 我选择变了你的过往 过去的别难说我怎样 怪我 不说不做不触碰 触碰哪 你心中最柔软的痛 去陈丽老师那边 谢谢 谢谢 节奏真的很好 你声音真棒 谢谢 谢谢 谢谢完了 然后选了 对 但最后是那个意外真的让我没有想到 演 哲 环 环 环 还有你的PK的对象是 刘丽阳 刘丽阳 她是前辈嘛 我也知道她了 也听过她的东西 她对于作品的理解和就是诠释肯定要比我好一点 如果不往前走 如果不往前走 我也不想回头 我不卸回头看 如果能重来过 我定意要还呀 不忘昨天写错 这一首歌 这一首歌 我的选择是 是 过错 到现在我都 我都在想 我都在想 还差什么 我们在想 到底差什么 到底差什么 喜欢 爱 讨论一下 我觉得顺其自然吧 我当时就真正要想的 好 通过讨论我们最后决定是 谢谢 带定 谢谢三六 谢谢佳 其实蛮好的 感觉被一个人呼着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哪怕我被淘汰了 我都会很开心的走